мен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錢報 我是楊世光 帶走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們看週末的時候 三大新市场的央行紧急升息 从巴西到土耳其到俄罗斯 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升息动作 包括巴西加码了三码 0.75% 那俄罗斯更是调高了 基准利率两个百分点八码 那俄罗斯也调高到4.5% 超出市场预期一倍 甚至土耳其央行长在加息完之后 被土耳其总统俄罗斯给开除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说明一下新市场的变化 另外我们看到台币 新台币也出现了一个大型的破底翻发展 这不是新台币转强 这是美元对新台币出现了破底翻的发展 也就是可能台币的升值升势 应该已经长波段的正式结束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做观察 这张是日线已经转强 今天是28.48 从周线做掌握 整个台币分成两波段的升幅 台湾在新市场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强壮 比较健康的经济体 那这两次升值有不同的变化 因为美国是2015年的12月 开始加息 一路加到2018年的12月 美国的升息 台币是走强的 美元的升息台币是走强的 记住哦 美元升息台币走强 好 2019年6月台币进行了第二波的升值 第一波是 所以这是第一波 这是第二波 有两波的升息发展 第一波美国是升息 我们看到美国是从2019年的8月 开始降息 一路降到去年的3月 它是降息的 所以美元加息台币升值 美元降息台币也升值 这变成一个很特别的结构 美国不管加息降息都升值吗 当然不是这样 等一下我们从日本股市 今天为什么大跌来做说明 因为亚洲股市 你看大陆股市跌升反弹 台北股市走高 其他几个市场在今天都出现 大小不一的反弹 只有日本股市日均指数 今天开盘就中错 为什么 等一下做说明 好 我们就观察一下 在这个周末 美国前财长 克林顿时代前财长 桑莫尔斯 他提到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 最不负责任 美国是近40年来 最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不管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 都制造了巨大的风险 美联储多年来固执不升息 一昧的扩大资产负代表 点点薪火正在燃烧 这是翻译过来的 美联美国面临非常激烈的财政货币冲突 桑莫尔斯认为 未来通胀加速 有可能有达三分之一 通胀可能不加速 为什么 因为美联储可能会紧急踩刹车 最不可能 也是最小的可能 是在不触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 推动经济快速成长 这个几率就低了 所以桑莫尔斯也看到了变化 我们今天要讲桑莫尔斯对 他没有不对的地方 而他的不对 他的对在哪边 原因就是美国在科增全球的助币税 这是我们最近的节目所关注的焦点 我们先看日本股市今天问大提 亚洲股市今天反弹 普遍都是开低走高 最后日本股市是开低走低 而且带有跳空的重挫 中场下跌了617点 跌幅高达2.07% 怎么了 日本股市总会高档破位 出现了右肩的逃命波确认 为什么日本股市今天会大跌 日本股市在过去一段时间 涨幅非常惊人 在日本央行积极的宽松政策 跟交易所基金ETF的股市成功政策之下 日本股市不仅价涨而且量缩 所以筹码是极端的稳定 为什么今天会独立于全球股市 单独出现单边的重挫 好 观众我们要看一下 今天央行的一个最新的政策 礼拜一 黑田农业日本央行总裁 去日本三一院发表谈话 他这个谈话吓坏了市场 他说央行不会暂停购买 TIO 不会暂停购买 也不会出售交易所基金ETF 就是日本股市的ETF 日本股市基本上是日本央行照顾的 撑着 所以基本上他说市场怀疑我 我们不会暂停购买 也不会卖出 市场本来预期 日本央行有可能逐步的减少购买 更不要讲会卖出 市场本来预期只是减少购买 在上一月黑田农业 日本央行行长提到 我不会暂停购买 听起来是利多 在收益率的YCC YCC政策之下 它会让工具更为持续性 这听起来 日本央行维持宽众不变 而且对于市场比较担心的东西 也做出了安抚 最后一句话把市场整个吓坏了 什么就是放宽 放大日本10年国债收益率的控制范围 从正负0.2 放宽到0.25 正负0.25 正的0.25 贬负的0.25 中间区间 本来是正负0.2 市场发现有猫腻 黑田农业讲了一堆安抚人性的话 原来要干大事 干坏事 为什么 全球国债利率都在往上飘 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日本央行看 因为日本央行是全球量化宽松 已经做了30年了 再做下去 就变成三星堆了 三星堆 什么都发现 就没有发现YCC YKC 直律取权控制 做得非常久了 而且日本央行 甚至对于股市进行了购买的承诺 所以日本对货币政策是一个铁板 铁板 超级铁板 所以日本央行大家定着看 日本央行会动吗 会动吗 最近日元大跌 最近日本国债大跌 所以日元的波动 利率是往上顶的 结果日本央行走材黑天东业 在上一月 讲了一个关键的变化 就是日本央行 容许波动的范围是变大 好 各位朋友 来 一个是上面0.2% 一个是下面 负的0.2% 懂吗 上面是做坏事 下面是做好事 货币政策 负利率 就对于金融市场是好事 负利率往上就做坏事 日本央行放宽了这个区间 就是好坏事的标准 我们先知道市场上并不是往下彻底 市场上不是测试好人的标准 市场上现在测试邪恶跟坏人的标准 日本央行的宣告 就是市场不够坏 你们没有犯罪 你们可以继续邪恶下去 所以市场的解读很特别就发现不对 现在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日元的贬值 日本央行是站在一个默许的立场 这个默许立场是容许利率走高 容许日元走贬的意思吗 没有吗 的意思 就没有问号了 所以使得大家发现 日本央行对于YCC 对于零利率 对于持续宽松 其实 嘴巴很硬 身体很软 你懂吗 舌头很硬 其他头很软 基本上已经出现松动立场 闻风之后 整个日本股市在今天出现重挫的变化 好 所以我们放大做观察 除了上礼拜四五六 从巴西 土耳其到俄罗斯 开始升息之外 这是新市场大国 日本作为G7 七大工业国家的货币宽松的龙头 他也松动 他也松动 这个松动政策 当然没有比加息兰的严重 也没有说退去公共那么严重 因为日本不可能做了 日本这个动作 一定要等到美国退场 才有一点点可能动作 可是日本受到市场压力之下 仍然放松邪恶的标准 什么邪恶对于金融市场 对日本的自然价格很邪恶的标准 他放宽了 他放宽了 所以这简单来讲 就是助跌 助扁 助利率走深 所以日本股市今天的大跌 传达出一个非常特殊的讯号 这方面有特别来做观察跟留意 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美元 这要从美元指数来讲起了 因为我们今天题目就是助币税 我们从过去二月份 开始讲债务危机 美元 美国国债跟通膨预期有关 而这通膨预期主要的产生是人造的 是个人工的通膨预期 而人工的通膨预期 就是一种助币税的手段 目标 人工通膨预期就是 助币税的收取方式 就是美元的紧缩 跟美元引爆的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跟通货膨胀 严格来讲是两件事情 通货膨胀会导致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不见得是通膨胀 但物价上涨假如通膨胀 基本上它就是来自于 货币的助币税的苛征 这事情要往上推 通膨胀或通膨预期怎么来的 一个是市场价格抬高 已经发生了 另外一个在金融市场更重要 要如何创造一个通膨胀预期的结果 所以我们之前花了很多时间 讲美国抗通货膨胀债券价格的 喷出跟牛市 这是个人造海啸 是个人工海啸 极端有利于华尔街 包括了美国白宫 收割全球的财富 你不要以为28兆的联邦债务 很高很高 在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货币贬值的过程 28兆只是挂在帐上的负债 经过一段时间 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它实质购买力会大幅走低 这就是我们在学体当中提到的 叫做助币税 政府科增百姓 科增民间企业 最好的方法 有一种无形的科税 就叫做助币税 这个助币税是一个国家可以做的 可是在全球变化当中 它有外部散货性 美元作为全球基础货币 全球的定网货币 全球各国外汇存底 货币发行的基础 它当然可以收助币税 所以这个助币税 不是美国的顶层收跟底层的 也是美国向全球科增助币税的过程 就是货币贬值 它既代表物价膨胀 也代表通货膨胀 好美元再度转强 我们要关注美元指数 昨天在今天礼拜五到今天 重新占回92 慢慢的转强 所以我们可以关注到 刚刚开始提到的日元 日元最先贬最凶 官媒看 你看今年以来 谁贡献美元的升值最多 日元跟瑞朗 日元跟瑞朗 瑞朗今年以来对美元贬值 五到六个百分点 所以美元转强 瑞典克朗跟日元都被贬值所害 所以日元对美元进行贬值 不管是从货债务的购买力 甚至从生产要素的关系 日本人卖东西跟美国 我们不要讲土地价格 光讲日本的劳动力 过去三个月就打九五折 就打九五折 你懂意思吗 就日本卖一台Lexus给美国人 从日本广岛厂做好之后 卖给美国 在美元定价的逻辑不变之下 日本人给了美国5%的优惠跟利润 你懂了吗 日元对美元贬值 日元对美元贬值 所以等于美元的购买力变大了 日元变小了 日元变小反映在广岛厂的设备 打九五折 广岛厂的员工Lexus打九五折 连日本的资本打九五折 所以因为美元美国是进口国 你贬值给你的出口对象 就等于是补贴的意思 这补贴会反映在所有生产要素的购买力 所以今年以来日本就给美国消费者5%的折扣 你懂意思吗 所以日本什么都没做 美国为什么没做 日本就送给美国5%的折扣 另外美国卖给日本的F35战斗机 200多亿美金 日元负涨5% 所以美国卖东西给日本涨5% 日本卖给美国跌5% 好 这个转移我们是指流量做观察 它就是一个注笔税 你去买日本家电 买国际版Panasonic松下 你去买日本Nexus 你说不行我也要5% 把你赶出去 你去 你明天去Nexus 我要买车 我要买Toyota 给我5% 投了大陆市长还有排队要领先提车 停了一个车 还要额外给提车的一些费用 你给他5% 屁啦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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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国说给我5%折扣 没问题5%够吗 不够 那再不多一点 你懂吗 这叫什么意思 美国占有注笔税的地位 美元最全发行的地位 在这过去当中 它不单单是流量的discount 基本上日本借美国 日本借给美国的钱换回日元 基本上也提供5%的discount 所以这就是一个注笔税 最简单的逻辑 关注要 这个趋势才是刚刚开始 好 我们再往下观察 因为这是美元讲新台币 美元内新台币 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提到 因为新台币跟美元关系 往上是美元走强台币走扁 往下是美元总扁 台币总升 我们期到这两段 这两段都分别代表 这是美国升息 这是美国降息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台币对美元走高 货币汇率是两国货币交叉的比率 汇率是两国货币交叉的比率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 所以应该来讲 汇率是两国利率交换的比例 那逻辑怪怪的 我们再讲 那市场上是做价格发现的 所以利率基本上是做通货膨胀的预期 还有实质利率长期的趋势的交换 所以汇率基本上比的是生产利益的预期 还有物价上涨预期 各位懂意思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这一段 这一段美国是加息的台币升值 这段是美国减息的台币升值 就是美元贬值 我们以台币为例就可以看到 对于新市场货币的一个变化跟过程 什么原因 就是2016年当叶伦任类的尾声 开始加息动作 什么原因 虽然它加息加太慢了 美国实质利率的预期 跟通胀预期出现的结果 低于台湾的生产率跟实质利率 所以美国加息加太慢 台币照走生 台币跟美元之间交换比率关系 后面降息更不要讲了 那基本上更拉开的差距 使得台币出现继续转强动作 所以观众要注意 汇率很特别 它比例是比的很多 等一下我们下张图表就要做说明了 那现在就变了 因为美国台币什么时候升值的 什么时候升值的 贬值贬值 美元对台币什么时候开始升值的 台币对美元什么时候开始贬值的 人民币什么时候对美元开始贬值的 美元对人民币什么时候开始升值的 关键就在于美国参议院 不该通过 不能通过 透过了简单法案 通过了宽松政策 拜登的1.9兆刺激方案 这1.9兆刺激下去 改变了美国的生产力的未来 经济成长的可能 改变了美国通货膨胀的预期 它自然发生 它自然发生 已经改变了 世界改变了 那这个发生 美国人真的要去盖工厂吗 在晶片大战 我们一定要赶中超日 要回世界龙头的宝座吗 屁 美国连西岸的码头工人 现在不是塞港塞柜塞船吗 在全自动化的洛杉矶港 美国工人都做不好 你知道美国工人怎么去做半导体吗 都没东西吗 美国真的勤奋人就那么多 要把勤奋工人来招人 只要你够勤奋 你就来工厂上班 美国洛杉矶港的码头工人 勤奋的可能100个有一个 那一个还被台积电三星星厂给招走 美国的洛杉矶港怎么办 什么意思 美国从头到尾 就没有打算从生产力做进步的突破 它生产力够高够强了 因为用手赚钱太慢了 用钱滚钱 用脑赚钱比较快 观众说你看金钱报的原因 所以这一场注币税的征收 只不过是历史周期的再度反复演出 是再度反复演出 观众不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做很多东西 骗老婆往回家 这个理由很好用 今天我跟老板吃饭 不管有没有吃饭 老婆没问过了 明天再用一次 我跟老板吃饭 过了 第三次我跟老板吃饭 老婆说你怎么每天跟老板吃饭 这个理由不好用 就换一个 你懂吗 美国透过美元周期来科增助BC 收割群的财富 每一次都很好用 还没有到不好用的时刻 所以除非不好用 所以有其他货币向美元做挑战 不然美国会继续拿美元周期跟美元强弱 继续用下去 继续用下去 虽然往下观察 第一个我们看到 摩根大通的亚元指数 创四个月新低 好观众 现在的亚元对美元 在周期的高峰 所以往下贬值的空间是相当大的 我们再往下观察 从美元指数 还有考量美元经济成员预期 什么意思就是美国的经济成长预期 跟其他G10 G10另外9个国家做的对比 观众是蓝色线 就是经济成长的预期增速 这是一个动态指标 动态跟其他9个国家权平均 是蓝色的 就美国透过1.9兆 配合货币增值的宽量之外 所形成的巨大的爆发力 是蓝色的变化 所以从2011年一路过来 这美国增长可能会周期 有时候比其他9个国家 大型国家快 有时候比较慢 有时候比较快 有时候比较慢 有时候比较快 有时候比较慢 现价变比较快 好观众 那这个是美元指数的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 就刚刚提到 汇率是两国货币交账的比率 货币的价格是利率 所以严格讲 汇率是两国利率的交换指标 可是利率的未来 利率的基础 是来于通货膨胀的预期 通货膨胀的预期 来自于供需的能力 尤其是经济成长的潜力 所以汇率常常反映的是 两个经济体 他们之间的增长速度 所以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欧元印钞 欧元供给变多 不贬反升 而是因为欧元的印钞计划 会刺激或带动欧盟的进成长 日本也印钞 那为什么日本印钞就会贬值 所以日本的印钞计划 带不动日本经济的成长 关门你懂意思吗 这是一个科普 你就了解 所以现在从这个知识做观察 我们看到 基本上美元 他正在酝酿一个相对强势的多头 并不是美元要升值多少 而是大量的资金 要准备回到美元的家里面 好我们之前上海表提到 因为最近日元贬值 我们看到 关门主要通胀预期 人工海啸 鲍威尔说没有通胀 鲍威尔说通胀不可持续 鲍威尔说没有通胀 博尔说通胀不可持续 安抚市场 市场已经炒翻天了 看不见 你去炒 默许市场继续炒作美债利率 那惨什么结果 美债利率一走高 美国国债的报酬率就跟着走高 美国国债报酬率走高 就会吸引全球的投资人 来进行美债的投资 或美债的套利 我们从张图观察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 就是以日元跟美元 透过换汇点换汇积差 再透过债券报酬率 出现的巨大优异 所有日本的理性 杜边太太的爷爷们 基本上都在套利美债 好 这个问题就来 先知先权的人 不起可以赚到日元 避免日元对美元贬值 而且可以赚到美债的价差 后资后绝人可以赚到美债的报酬 可是要担负日元贬值的风险 日元贬值的成本已经贬值了 所以整个带动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大量日本的美元 日本持有美元 不用叫你自动被逐利行为 给驱动来回流美国 回流美国 回流到美国国债 因为美国国债一直跌 大家抄底 利率越高 第一点抄到之后会不会继续跌 不重要 因为他们做carry trade 或做套利交易的 已经hedge住了 所以无所谓 你债券利率越涨 价格越跌 只会吸引更多人来进行套利 所以前期买的人 价格买高了 不怕 基本上他锁定利差 更重要的是 就算利率走低 我想中间卖掉 我也感受到日元对美人贬值 所以我们光从日美之间的套句看到 美国 连日本人都吃 连日本 连福渊爱都吃 你看 连福渊爱都胖胖圆圆的 连日本连福渊爱都要 美国还有什么人不要呢 巴西辣妹 俄罗斯女郎 土耳其娃娃 谁不要呢 所以美国人 在吃人的时候 在客人出便室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选择对象的 好 我们观察除了美国科铸币税 我们提到不是美国人很坏 这是市场阶级斗争 因为我们看这几天 美国的投资等级最底端的 就是最低投资等级的 BAA公司债利率 也开始出现了反弹 人跟人做金钱的斗争 铸币税铸币税工程 我们大家前面很夸誓 是美国对全球磕税 其实不是 是富人对穷人磕税 富人什么是富人 全球最有钱人都是负债最大的人 以台湾你看王健林 台湾是郭台铭 大多数王健林 哪一个不是富人 负债很多的人 负债越多 加上杠杆 基本上就资产就更多 所以这不是美国对于全球 科增助币税 这完全是社会周期的循环 富人向穷人宣战 科增助币税的开端 通货膨胀本身就是掠夺穷人财富的行为 而这种掠夺在新兴市场 在大型国家 透过崭新的金融工具 我们躲开不了这种宿命 从股市从债券 从外市都发现的行为 请大家特别做留意跟掌握 好感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学 今天晚上8点 杨树光在电影报 明天再会 明天 明天已有关 明天赛 晚安 传播 明天 明天 明天